儿子,你们现在很缺钱吗? 没有啊,妈,你怎么这样问是你们缺钱了吗?你这话问得有点莫名其妙啊。 那小云怎么去摆摊卖水果? 今天是礼拜六,本来小云今天休息的,但是刚才我去菜场买菜,看到路边有个卖水果的很像我儿媳妇,一开始以为看错了,结果我走过去一看还真是,我怕她尴尬,就没和她打招呼。 你说,要是不缺钱,她休息天怎么会去卖水果?我问你,你是不是没有把工资交给你小云?肯定是她自己的工资不够用,你又不给她钱,她才会去做兼职。 她工资怎么会不够用?就算不够用也可以问我要啊。去卖什么水果?再说,我的工资谁保管不都一样吗?我是男人,要是把钱都给她了,那走出去多丢人啊。所以我们都是各管各的工资,她也从来没有找我要过钱。 儿子,你觉得做得对吗?她一个月才三千工资,够用吗?整个家都要靠她那点钱来支撑,那还要你这个老公干嘛?真不知道你怎么想的。 你看现在,你在外地出差,小云出去摆她,家里就我孙子一个人,她才多大,就把她一个人丢在家里,要是出点啥事,后悔都来不及。 妈,我工作不累吗?现在我经常要出差,一天到晚跑着跑呢,而小云的工作很轻松的,到点下班,接完孩子啥事没有,也许她是觉得在家太闲了,反正闲着也是闲着。出去还能多挣点钱,你们就别操心了,我儿子很乖的,你们也不用担心。 真不知道说你什么好,谁不想日子过得舒服,难道你愿意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都在外面跑吗?小云太懂事了,从来不和我们说什么,有时都是她自己一个人扛着。 这么贤惠的老婆,如果不好好珍惜,你迟早会后悔。你说她这么辛苦,为了什么?还不是为了这个家,为了我的大孙子吗? 妈,我整年累月在外面跑,难道不是为了这个家吗?我也想把日子过好。 她辛苦,我也辛苦啊。 本来你这么大了,也已经成家立业了,我们做父母的不应该多管闲事,可是我们实在看不下去了。 看到小云那么懂事,那么顾家,这么辛苦也没有一句怨言,我们是看在心里疼在心里啊。 同时我也很怕失去这么好的儿媳妇,因为肠子以往下去,我怕她撑不住。 你想想,你作为她的老公,既不给钱也没有爱,就知道自己图享受,家里所以大小事都丢给老婆,那她还要你这老公干什么? 自己一个人过不乡吗? 所谓男人是挣钱的耙子,女人是管钱的匣子。 所以,你赚的钱应该都交给小云保管。 妈,你是不是太偏心了,到底谁是你生的,你就看到她辛苦,难道没看到我也很辛苦吗? 我每天都很努力的工作赚钱,再说我又不是小孩子,存个钱还不会吗? 干嘛非要交给老婆管? 要不然我出去手里没钱,那不丢人吗? 每次花钱还要找她要,我做不到。 那我问你,到底是钱重要还是老婆重要? 到时候,小云心灰意冷离开你,我看你怎么办? 真是个拎不清的家伙。 你看看夫妻和睦,家庭幸福的人家,都是老婆管家的,反之,家庭都不会幸福。 聪明的男人都是把老婆放在手心里,只有愚蠢的男人自以为是,让自己老婆吃苦,就像你这样的。 你别看我说话难听,但句句在里吧。 小云是什么样的人,我太了解了,当初我就是看重她的人品,她不物质,也不好高物远,如果让她来管理财政大权,那是最好不过了,你们的生活绝对会比现在幸福。 妈,我觉得现在也挺好的呀,她去卖水果都没告诉我,我要是知道的话也肯定不会让她去的。 这个不是关键,咱们现在要搞清楚她为什么想到要去卖水果,我认为肯定是身上没有钱了,不然她怎么可能丢下孩子会去摆摊。 儿子,听妈的话没错,你把工资给她,她就有时间在家照顾孩子,那你在外面工作是不是也就没有后顾之忧了。 你在看她现在天天晚上出去摆摊,礼拜天也不休息,连孩子都顾不上了,要是有一天他们娘俩发生什么事,你后悔都来不及。 我再问你一句话,这些年你存了多少钱,反正我没看到你存下钱,你只知道花钱,挣多少花多少,老婆孩子不管,还说挣钱是为了这个家,为了孩子,你就是这样为他们的吗? 妈,小云她不爱花钱,也舍不得花钱,就算我给她,她也舍不得花,她还是会出去摆摊,她一向节约惯了。 不管怎么说,你钱给她保管就是了,如果你不信我说的话,可以试试,是不是日子会越来越好,妈是过来人,还会害你不成。 再说你作为丈夫,把钱交给妻子,保管是合情合理的,说明你信任她,把这个家交给她了。 你这样做不仅会让你们的夫妻关系变得更好,也会让你们的日子变得越来越好,这就是所谓的家和万事兴。 妈,你怎么老是为小云考虑,别忘了我才是你的亲儿子,我的钱都是我辛苦所得,小云她对我的工作没有帮上一点忙,就算我给她钱,她也不会要的。 为什么不要?老公挣钱,老婆花天经地义,不然嫁老公的意义何在? 傻儿子呀,妈还要告诉你一个事实,其实在这个家,小云的工资最高,她才是这个家的老大,就连你也是为她打工的,她想让你下岗就下岗,你信不信? 所以你得听她话,你所挣得的钱自然也由她保管,听明白我意思了吗? 妈,你说什么?我怎么成了给她打工的了?她一个月工资才三千,就算去摆摊卖水果,一个月工资超不过五千,而我有一万多呢? 她也就是我的零头而已,你是不是老糊涂了?还说家里谁挣得多就谁管钱?那照你这样说,肯定是我自己管钱,就连她的工资都要归我管了。 妈,儿子,请一个保姆工资要多少?她这些年一边工作,一边带孩子做家务,还要照顾你的生活起居,这些都是用金钱衡量不到的,要不是家里有她打理,你能在外面这么安心挣钱吗?你有这么高的工资吗?她是在背后默默支持你,这个难道不是她在帮你?总的来说,小云的付出是多少钱都换不来的。 妈,你越说越离谱了,她的付出是无价的吗? 当然了,你好好听着,妈说的有没有道理?第一个,做家务,这个虽然可以请保姆,但是至少工资要五千以上。第二,你们的孩子哪里来的?女人生孩子可是在鬼门关走一趟的,你觉得有价吗?而且孩子出生后还要抚养成人,你管过孩子吗?难道孩子自己会长大是不是?她不仅身材走了样,还带孩子熬了多少个日日夜夜?这些都是无法用金钱衡量的。 你自己说,她是不是家里挣钱最多的人? 妈,听你这么一说,我觉得很有道理,小云确实是家里挣钱最多的人,而我也是给她打工的,我也愿意给她打一辈子工。 这就对了,儿子,妈也是从儿媳妇过来的,所以理解她,如果你把钱交给她保管,她不但觉得有安全感,而且也不会出去摆摊了。 更重要的是,她一定觉得自己很幸福,觉得你很在乎她,女人最在乎的也是老公对她的态度,没有什么东西能和老公的爱相比。 当你的老婆开始依靠自己,不需要老公的时候,其实这婚姻已经出问题了,将心比心,你要站在她的角度去思考问题,你要是一直这样下去,我可不敢保证她不跑。 这么好的儿媳妇,要是跑了,你可别后悔。 妈,你就是夸张,小云她肯定不会跑的,就算她不在乎我,也舍不得孩子。 不过话说回来,我身边的朋友还真没有把工资交给老婆的,都是各管各的,我就是跟他们学的。 如果我把工资交给小云保管,他们知道了肯定会嘲笑我的。 一个大男人身上没有钱也确实不方便。 你自己好好想想,你身边的那些朋友都是酒肉朋友吧? 妈,你每个月要花那么多钱,基本上都用在他们身上,对别人那么大方,对自己的老婆孩子却这么吝啬。 你觉得这样做对吗? 真正的朋友是不会嘲笑你的,近朱者赤,近墨者黑,你懂这个道理吗儿子? 这些人的婚姻肯定都不幸福。 妈,还真是的,这些人大多数是离婚了的光棍,没离婚的也是经常吵架。 反正没有一个是幸福的,妈,幸好你及时提醒了我。 你能听进去就好,那就按妈说的话去做,每个月都把钱交给小云保管,她照顾孩子,照顾家庭,有多不容易。 如果你每个月把钱交给她,她就会有安全感,也会感觉到你是爱她的,也是在乎她的,这样她也会越来越爱你。 只有这样,她才会死心塌地和你过日子。 儿子,如果你不想失去小云,就照妈说的去做,你要知道,一个家有女人才像个家,特别是你的老婆,你娶了她是你最好的福气,你别身在福中不知福。 妈,我知道了,谢谢你告诉我这些,我知道我该怎么做了,一会我就给小云打电话,然后把钱全部赚给她。 妈,这辈子我一定会好好待她的,放心吧妈。 这就好,儿子你记住,无论何时何地,老婆始终要放在第一位。 当你把所有的钱都给你的老婆之后,小云就会明白,你是毫无保留的要跟她过一辈子,也说明你是一个有担当,有责任心的男人。 而你也会彻底明白,钱在你身上只不过是一串数字,但在你老婆身上却是无尽的财富。 有句话说得好,夫妻同心,其力断金,一对夫妻能同心协力,一起努力经营小家庭,男人勤劳能干,妻子贤惠持家,这样的小日子肯定会越过越好。 你看我和你爸已经在一起几十年了,我们什么时候红过脸,吵过架,你怎么不学学你爸呢? 你应该知道,咱家的钱一直都是你妈保管的,自从我嫁给你爸,她的每一分钱都到了我手里,不管做什么事都有伤有量,从来不让我受任何委屈,我这辈子嫁给你爸值了。 所以我也希望你和你爸一样,把老婆捧在手心里宠,你听明白了吗儿子? 妈,谢谢你今天对我说的这些话,我现在心里感触很深,之前小云因为这些事也不是没有和我谈过,但我总是没有耐心听她说,还嫌她唠叨,所以我总是不爱搭理她。 现在,听你说完这些,我才发现最近两年,她也不爱搭理我了,有时候,我想和她说说话,她也是一副爱理不理的样子,有时也不找我商量,没钱也不会问我要,反正我觉得我这个人对她来说已经可有可恶,但我还是无动于衷,根本不会去多思考这些问题。 但现在我知道是我错了,再这样下去,恐怕真的要失去小云了。 你说的对,儿子现在悬崖乐马还来得及,她有那样的行为就已经说明对你失望透了,她对你说几句话你就嫌她烦,作为她的丈夫,你都不能理解她,那谁能理解呢? 她告诉你之后,换来的只是你的厌倦,反正家里的大事小事都是她一个人打理,就算和你说了也没用。 你就像是个透明人了,所以久而久之,她对你也不抱任何希望了,你说说,你在这个家里还有什么意义? 妈,真心谢谢你,我觉得好惭愧啊,我都这么大了,还要你们为我操心,我知道该怎么做了,以后我一定会好好爱小云和孩子的,不会再让他们受委屈了。 今后我每个月除了留点生活费,其余的全部交给小云保管,以后我还会更加努力去奋斗,一定让他们母子生活越过越好。 好儿子,终于开窍了,妈看好你,你一定可以做到的。